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打完黑仇军之后是戎突的故事完结点有三个原因 首先在原本的故事框架里创作空间有不多了 就拿孙悟空来说 天下第一比武大会也参加了 归先人这种天下第一高手也打过了 黑仇军这种世界性的大反派集团也被他消灭了 孙悟空已经非常接近于现有故事框架里的天下第一了 那接下来干什么 是再冒出来一个天下第一高手还是再冒出来一个反派集团 不管哪个都不算有新意 一旦连载出现这种情况 往往意味着触及到作者构思的故事边界了 原来的故事框架快不够用了 第二个原因就是站在龙珠全书故事发展的角度看 占卜婆婆这段剧情是有节奏问题的 那直白点说是有点托篇幅的嫌疑 对故事主线没有推动作用 对人物也没有升级作用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 他把历史上的一些伏笔给处理掉了 相同于把之前的所有章节进行了一个段落总结 比如主角孙悟空最初找龙珠的动机之一 就是对爷爷的怀念 于是就在这里见到了爷爷 了结了一桩心愿 以后作者就可以不再用这种比较老的动机去动主角了 又比如像巴尔玛这种角色 我们之前的视频说过 巴尔玛在原本的设计中是非常重要的 相当于西游记里的唐僧 但是在黑仇君和占卜婆婆擂台之后 他基本上退出了故事发展的核心舞台 不再跟着主角行动了 以上这些都是放弃早期设定的表现 第三个原因 就是占卜婆婆的小擂台完结之后 鸟杀明大笔一挥 一句话就让孙悟空完成了为期三年的野鹿子修炼 然后快速开始了第二次比武大会 这个大笔一挥瞬间三年 是个创作中非常有代表性的故事完结标志 我们以后看任何作品的时候 如果你发现作者写着写着来了这么一出 一句话过了好多年之类的 有个很大的可能性 等于作者明明白白的告诉了读者一句话 我原来编的故事写完了 或者告一段落的 我现在要开始重新编了 我们说一个著名的案例就是金庸 神雕侠里有一个著名情节 小龙女中毒之后在绝境舞跳崖了 这就是一个金庸原本设计的整书完结点 但是太受欢迎了 完结读者不干 纷纷的给作者反馈 说我心中的女神说没就没了 那怎么行 你这个作者怎么能这么写 于是作者就妥协了 但是原来那故事线烧完了 他没办法只能强行划开时间段 重新开主线 结果就大笔一挥 咣当一下16年瞬间过去了 综合以上种种迹象表明 龙珠到了占卜婆婆这里后 老的情节和人物动机基本上用完了 作者可能原计划 故事发展到这种程度 就大概要完结了 但是既然这么火了 显然不可能完结 后续故事的发展 就必须要求鸟山明 开一个新的主线 鸟山明的做法是 在开新主线之前 他又召开了一次天下第一比武大会 那这也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 可以一边用比武维持乳容珠的人气 一边慢慢的酝酿新的故事线 一举两得 而且第二次比武大会 对后续的故事而言 它确实也是个暖场表演 第二次比武大会 基本上是第一次比武大会的 补丁升级版 没有更新换代 更像是1.5的补丁 首先就比武的剧情而言 鸟山明在第二次比武大会里 没有改变第一次用过的 武术流派互斗的特点 比赛的结果也很相似 如果说第一次比武大会的核心 是龟仙流的内部比武的话 那么第二次就是龟仙流和赫仙流的门派斗争 这里首先赫仙人是龟仙人的师兄弟 龟赫仙流属于同宗的关系 天津丁他们就是龟仙流的邪恶对立面 那这种源自中国武侠片门派对抗的设计 有一个明显的好处 就是创意或者推进剧情能比较方便 站在作家的角度考虑 如果真愿意的话 鸟山明大可以再往中国武侠片里面的 虎鹤双行 螳螂拳 鹰爪公 这些流派也都搬出来继续比武 这其实是一个可以采取的故事发展路线 后来这些漫画像全员阿修罗他们就是这么做的 但是鸟山明没有这么做 他没有使用传统武侠片那种门派格斗 而是拉高了整体的战斗力层次 其次就角色而言 站在设计故事的角度 天津丁这个角色就是上次比武大会里龟仙人的升级 首先他在武功上也略胜了龟仙人 其次他是被龟仙人以主动放弃的方式推到宋空对面的 而且在最后的决赛结果上又是平分秋色 宋空再次以一种衰败犹容的方式输掉了比赛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 第二次比武大会的心意不算多 就是换了个新角色做了以前类似的事情 虽然在情节上创新不足 但是在武功的设计上还是有一些变化的 鸟山明还是抓住了打这个卖点 进行了更多的升级尝试 比如武功术的出现以及太阳拳气功炮等等 如果以前的功夫描写还算是偏传统中国功夫格斗的话 那么经过这次擂台 龙珠就开始迈入了超能力格斗的大门 成龙式的杂耍家打斗的搞笑战斗风格推出舞台 取而代之就是硬邦邦的呼托力量速度的格斗 双方就开始比速度力量比奇招怪招 最后再拼个绝杀 总结一下就是 第二次比武大会 对龙珠整体战斗力水平和宋空这个角色都有一定的升级 但是升级效果也比较有限 属于换汤不换药 相比第一次套路感还是比较强的 之前提过设计故事的时候擂台战为什么好用 这次就可以看出来擂台战的缺点了 就是不能用的太平 如果相似的人物和比赛屡屡发生 就容易审美疲劳 这些问题鸟杀明也看到了 而且可能想的更深 站在鸟杀明当时的角度 第二次比武大会已经进入了连载的第三年 这个时候作者不但要考虑一个更热闹的故事主线 可能还要考虑一个更严肃的问题 鸟杀明的上一个连载阿拉雷也就连载了四年 而周刊少年将果当时和龙珠同期连载了几个作品 比如叱咤风云的北斗神拳也就五年 升头市也就年 三年这个时间点上 一般作者可能就要认真考虑一个更长期的故事走向 甚至就是大结局 那接下来新开的故事线 它就该是一个能一口气用到大结局的故事 鸟杀明的做法是把比武大会变成一个开场表演 立刻用它衔接上了下面的主线剧情 在完成了波兰不惊的第二次比武大会的时候 鸟杀明突然将整个故事风格为之一变 它撕开了少年们温情默默的面纱 库林开始了祭天模式 一个超级大反派猝不及防登场 这就是短笛大魔王 短笛的章节呢 龙珠的故事风格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打个比方 从那种嘻嘻哈哈的杂耍家打斗的电影 变成了刀刀见血全权到肉的动作片 那这个变化有点突然会让读者有那种心里咯噔一下的感觉 那种种迹象呢 都向着龙珠真正大结局的趋势发展 我们下期再说 好了 感谢大家的一键三连和关注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